乔务委员会将培育并且促进新一代海外青年参与乔社事务 是列为今年重要的政策目标 副委员长任洪表示 今年在台北所召开的乔务委员会议 就邀请到了各地乔社优秀的青年返国同事列席 期盼可以开创乔社新的阶段 努力年轻人参与乔社事务是一个未来的重点工作 我们乔务委员会未来也会特别重视这一点 最近我们邀访很多的青年的精英到台湾访问 包括台商的子弟的台商精英子弟 还有乔社一般乔社的精英子弟 那么另外呢我们的乔务委员会议呢 每年现在从今年开始也会邀请 大概30位左右的青年代表来列席参加我们的会议 这都是我们一些想法和做法 未来也希望乔社的年轻人 能够让我们的乔社更加茁壮成长 然后进到另外一个创新的阶段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